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红色的框拉四个角可以缩小放大相机的识别范围 如果只是切割一小块或者一个比较小的图形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更快的让相机来识别操作 如果不勾选红色框 则是识别满幅面 也就是整个切割的有效幅面 提边切割的操作方法 点击提边管理 弹出提边的对话框 首先我们要看想要切割的图形的外轮廓还是图形的里面 如果只是切割外面 这里选择勾选 只取外轮廓的选项 如果里外都要切割 就不勾选 还有就是我们切割的都是封闭图形 就得勾选上图形封闭选项 讲下提边对话框里的最小尺寸 当这个值太大 可能就会使我们想要切割的地方被忽略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鼠标显示的地方 如果这个值太小 可能就会提出更小图形的边缘 也就是我们不想切掉的地方 还有最大尺寸 这个值太小 可能我们要切的外边缘就提不出来 提出来的只是图形里面的边缘线 也有可能显示未识别道物件 所以这个值要比整体图形大 指的是图形的对角最大尺寸 这个值太大也提不出我们想要切的边缘线 有可能提出的只是整个材料的边缘线 最大尖角一般默认120就可以了 如果有特殊的图形最大的尖角超过120 当然这个值就必须调整大一点 一般情况都够用了 线宽是指识别边缘线的宽度 默认1比1.5 这个基本都是不需要调整的 说放是指 如果不需要贴合图形切割 就要改动这个值 正数为外扩 负数为内缩 然后点击提边测试等待几秒钟 我们可以在左边的图形中 看到切割的对象 边缘被提出 被提出的边缘是绿色的线表示 边缘平滑调整 一般比较复杂的图形 默认参数 提不出来边缘线的 这个时候我需要调整 平滑系数和 罚值的大小 来识别出边缘线 平滑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我们在调整的同时 可以看到 左边图形 有边缘线出来就行 然后再调整一下 含值的大小 使整个边缘线都能识别出来 含值太大 可能就会有杂线太多 太小 可能识别不出来 线条平滑 我们可以放大左边的图片 看下边缘线是不是很贴合图形 如果贴合图形太紧或线条很弯曲 就需要把线条平滑调大点 使边缘线既贴合图形又比较直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图形尖角的地方边缘线不够尖 或者直线过去了 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下拐角的调节 使图形有尖角或拐弯的地方 能够更贴合图形 然后就可以点击OK键 然后点击自动追踪 然后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